最近我的这台老台世纪总是闹腰 有时开机会提示USB设备错误 有时鼠标键盘不供电没反应 我估计是主板的USB模块出了问题 主板老化了 这块主板是华硕的B75 买的时候是二手 和我的E3V2 CPU一块买的 从2017年2月到2021年 现在是8月 已经用了4年多 B75的主板应该是2012年发布的 距离现在应该是9岁了 这9年对于CPU和内存这种设备来说 还算年轻 但是主板就不一样了 主板上的元器件很多 估计有些零件快扛不住了 开始闹腰 这个台式机里面的配件 都是我一个一个的买的 一个一个的安装的 我对这些东西还算了解 现在有两个升级方案摆在我面前 各有优缺点 这第一个方案呢 就是只更换主板 这个方案只需要花100多块钱 从小黄鱼淘一张二手的B75主板即可 但这种主板都很旧 很老很旧 淘来的主板也许用个几个月就坏了 也许能撑个一年半载的 具体能用多长时间 只要看运气了 到时候可能还会面临升级问题 这个方案性价比虽然很高 不过拆一次电脑再装一次也挺麻烦的 特别是主板 而且这套配置不能升级Windows 11 我打心里不喜欢这个方案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长鲜的人 第二套方案是升级CPU主板和内存 如果要换主板 CPU和内存也得跟着换 这三件套一起升级 我终于可以跟上时代的脚步了 关于升级到什么型号 多少预算 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我最终选择了AMD的Ryzen R53600 主板用微星的B450M排击炮 下面分享一下我的思路 以及筛选过程 首先说一下我的需求 我当前这套电脑的配置性能 可以满足我的日常需求 平时也就日常办公 影音 玩模拟器游戏 还有PR简单的编辑导出 这个E3VR CPU它是四核心八线程的 3.6G的频率 DDR3-1600的内存 还有SATA3的三星固态 支持USB3.0 还带9260AC的WiFi网卡 还有蓝牙5.0 我几乎不玩网络游戏 前一阵子还把GTX1066给卖了 换了块RX560 4G 显然这块显卡不适合玩游戏 游戏都交给PS4 我是这么规划的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买8核心16线程 其实在很早以前 我就想升级这套CPU和主板了 可惜呢 E3VR它一直都不坏 而且呢 性能还够用 于是我就变成了等等的 如果要升级 我之前的想法是 从现在的4核心8线程 直接变成8核心16线程 而且是起步 否则我觉得是感知不明显 但目前来看 这种8核心16线程的CPU 价格还是很贵的 而且现在英特尔12代快出来了 12代对于以前几代有很大变化 目前做这种大投入 我感觉不合适 有一种49年入国军的感觉 所以我把这次升级的基调 定为高性价比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这次不买二手配件 虽然二手的性价比最高 但是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 不论是全新的R53600 还是英特尔的10400 它都比二手的性价比更好 目前二手的英特尔6代 6700 它敢卖800核钱 而且还是四核八线程的 全新的R53600散片 京东只要900多 而且还是六核心12线程 这个英特尔一直在挤压膏 它从八代开始爆发 所以八代以前的CPU 我不考虑 性能和价格没有优势 第三个问题 选英特尔还是AMD 如果让我选 我首选英特尔 就像显卡 我首选N卡一样 而不是A卡 因为英特尔和N卡 它们的用户基础大 兼容性更好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今年尝试了一块AMD显卡 我也准备再次尝试AMD的CPU 因为AMD最近这几年表现不错 性价比很好 我用的软件也没有什么特殊软件 都是常用的 我估计也不存在AMD不兼容问题 所以这次谁便宜我选谁 谁性能更好 表现更好我就选谁 第四个问题 是否要和显 对我来说有和显最好 因为在PR里面和显也能帮上忙 但不要指望用和显能玩好游戏 虽然我的RX560性能十分惨弱 属于入门级的独立显卡 但它比主流的和显玩游戏表现要好得多 关于这个和显的价格 10400F和10400为例 有没有和显差了300块钱 这300块钱买一个和显 再想想吧 所以有没有和显 对我来说都可以 有更好 第五个问题 选11代的酷睿11400 还是10代的10400 Intel的8代9代和10代 这三代升级缓慢 也算是挤压高 用的都是相同的核心显卡 UHD630 Intel的11代用上了新的UHD730和显 但是它的CPU性能对比10代的性能提升不明显 但是11代还是有一些新东西的 10代的10400F和11代的11400F 它们都是6核心12线程 价格分别是1000块钱和1400块钱 400块钱的差价带来的这点提升 这个见仁见智 所以10代还是11代 对我来说不太好选 第六个问题 为什么要选R5-3600 虽然这个R5-3600是2019年发布的 但是它的综合性能表现不输给10400F 它们都不带显卡 更何况3600是7纳米的 这个10400F它是14纳米++++ 最关键的是价格 3600加B45M排击炮 套装是1200多 10400F加B50M A Pro套装是1500多 差了300块钱 但真正差的不止这300块钱 因为这两个主板都是微星主板 微星主板的迫击炮版本 用料更好一些 它的成本和价格会更高一些 所以说它们两个差价应该是超过了300 所以从性价比这个角度来看 3600加B450M迫击炮 比较适合我 第七个问题 PCIE3.0还是4.0 这个B450M芯片组 它支持的是PCIE3.0 不支持4.0 要想支持PCIE4.0 还得加钱升级芯片组 那这个4.0有什么用呢 NVIDIA 30系的显卡 它支持PCIE4.0 如果以后换这种30系显卡 或者更高级的显卡 在PCIE3.0的主板上可能会受限 开始我也有这种担心 不过我查了一下就放心了 这个PCIE3.0它的带宽是16G 4.0的带宽是32G 那这么多带宽有什么用呢 我们玩游戏或者看电影 比如4K60帧10比特的画面 它需要的带宽是13G 所以PCIE3.0的带宽是16G 足够4K60帧10比特用的 如果你玩的是4K120帧10比特的游戏 那需要带宽是26G PCIE3.0就不够了 要选PCIE4.0 它的带宽是32G 但是4K120帧10比特的游戏 你用什么显卡带呢 对我来说太渺茫 PCIE3.0够我用的 确定好了CPU和主板以后 还得换内存和散热器 CPU散热器 以前用的是DDR3 1600的内存 现在不能用了 现在都是DDR4的 还好DDR4的3200内存也不贵 两条8G的亥赫神条 只要500块 但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欢迎评论 以前的CPU散热器是黑域之尊 也是100多块钱的东西 它支持AM3平台和英特尔平台 我估计不支持AM4 还是换了吧 毕竟也用了这么久了 我准备换九州风神的悬兵400 据说这个挺有名 才80多块钱 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 欢迎评论 那我淘汰下去的 这四个老部件 也能卖点银子 E3VR CPU 现在能卖200多 B75主板能卖100多 两条金士顿DDR3 1600 也能卖200多 散热器就算了 回头送了 加在一起估计能卖个五六百 这次升级的总费用是1500块 是怎么算的 CPU加主板是1200多 内存是500 散热器是100 再减掉卖二手的500 升级费用合计 估计在1500左右 花费1500块 升个小级 给核心部件升个小级 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等哪天什么时候闲了 搞一下 这次给电脑升级的导火锁 就是开机提示USB错误 后来我找到了这个错误的原因 是这样的 我把鼠标键盘 升卡 还有打印机的数据线 四条数据线 都接到了显示器上 这个显示器 下面有四个USB接口 都被插满 从显示器甩出来的这个USB线 要么接苹果的MacBook Pro 或者接台式机PC 我手动来切换 我用的这台显示器是AOC的U27URD 它支持KVM 但是它只支持手机的KVM 不支持台式机的 或者笔记本之间的切换 所以每次得手动插满 但是这个都不重要 开机提示USB错误 这个原因是打印机 我这台惠普打印机开机以后 经常忘了关那个按钮 时间一长 这台打印机它会自动休眠 休眠了之后 它这个指示灯会熄灭 和关机的状态一样 但等到第二天打开电脑的时候 会提示USB错误 但如果这时候 把打印机那个开关键给它关机 把按钮给它弹回来 电脑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也没有报错 应该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这次到底是升级还是不升呢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rchia 我们下次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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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